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是我Sir 打劫朱寶箱, 水嵌三個火技 鬼王黨的紅角, 你救我慘 鬼王黨, 只剩我一個 你要搞他們 你, 最好就搞他們內空 你也殺過人 鬼王黨的紅角, 昨晚約束了 這次有紀訊, 兩千粒兩卡, 八千多萬 Dave, 不要, 你是警察 黃哥, 你要的東西在我裡 追我 你救過我, 我欠你的命 大家好, 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剛纏警匪片》是非常快智人口的華語電影類型之一 本週林超賢導演推出新作《魔警》 很高興今天《異想世界》邀引到影評人 Gordon來到現場 Gordon, 你好 凱英, 你好 各位《異想世界》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Gordon Gordon, 我們講到的《港產警匪片》 一定會有就是像是臥底啊, 正邪對立 然後還有就是用生命 然後來耍帥的槍戰 這些豐富的元素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港產警匪片》 為什麼這麼吸引人 其實我做了一些調查 我赫然發現1909年的時候 就有一部電影叫做《偷燒兒》 偷燒兒, 非常港式 對, 蠻多人就說 它是香港的第一部的電影喔 它是一個短片 也是一個默片 是香港電影《教父》 就是林明偉的一個作品 那這部作品《偷燒兒》 基本上就是一個警匪片 所以你可以說 港產、香港電影跟警匪片 是同步的在成長 所以第一部的電影就是一個警匪片 也難怪其實可以這樣說 香港是早期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它很多的技術上 電影工業的發展 甚至政治、經濟 都會比台灣或是中國 更早、更開放、更先進 所以可以導致說 它的這些技術水準 它的電影工業 它的拍攝手法 可以去支持警匪片 這種節奏感 這種讓人家有感覺到 槍戰、追逐、警匪、鬥志、鬥力 這一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 而且它是一個中西合併的文化 香港有殖民的一個色彩 中、西方都可以吃得開 香港警匪片 所以你這歷年來看到 比方說80年代 陳農的警察故事系列 對 杜錦鋒導演 這個大導演 香港現在的銀壇教父 他20多年來 都還在拍他的警匪片 拍出了非常有風格化的 那吳宇森導演的英雄本色 到近12年來 2002年的五間道 跟兩年前2012的韓戰 其實都開創的不同類型 求新求變的一個警匪片 觀眾都還是非常非常的喜愛 所以警匪片 對於香港電影來說 是歷久不衰的一個題材 那這次的魔警 星座魔警 是什麼樣子一個警匪故事呢 其實魔警 必須要說 我覺得它不太那麼的警匪片 而是它是以一個警匪片 來包裝一個心理驚悚片 它主要的故事是講說 吳彥竹是演一個奉公守法 鏡中職守的一個警察 但是他有一次就看到 有一個傷患走進來了 是張家輝 他不知道他是誰 他就想說 我的血型剛好跟他吻合 我就幫他書寫吧 就書寫完之後 另外一堆警察過來罵他說 你幹嘛要這樣子多管錢事 你知道那個人是一個 惡名昭彰的大壞蛋嗎 然後最後張家輝又逃走 那吳彥竹就想好了 他整個人就陷入了那種心魔 天人交戰 他很後悔 怎麼會救了他 可是他又不覺得 他就是救人啊 他怎麼會知道這個狀況 可是就因為這樣一個救人隱蔽 害他陷入了長期的這種心魔纏身 這部電影作品 其實導演林超賢想要講的就是 人有走在這種善惡邊緣的這種正邪色彩 每一個人心裡面都一點惡 惡並不可怕 但是可怕的是你讓這個惡慢慢的蔓延下去 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警匪片 所以是帶有非常驚悚類型的警匪片 對 你看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一度覺得 你好像跟著吳彥竹在脈動 然後好像會覺得 你好像整個心理狀況也是在那邊 有一點染了色 然後開始你會覺得說 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我覺得吳彥竹的演出 有幫助觀眾蠻大的一個入戲 真的有進入他的角色裡頭 是真的有帶出大家心中惡的那一部分嗎 對 然後你就會再掙扎說 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什麼是錯 那我說林超賢應該是說 繼大導演杜琪峰導演之後 最具代表性的動作片導演嗎 要不要幫我們回顧一下他之前的作品 哇 這句話好像有點嚴重了耶 不過林超賢確實是這六年來 一個很有商業頭腦的一個導演 他在2008年到2014年這六年期間 他拍了很多的作品 我隨便講幾部喔 證人 憲人 然後還有這個基戰 對 還有逆戰 周杰倫跟謝霆峰了 他捧紅了兩個影帝 張家輝 謝霆峰 因為他的電影都得了影帝獎 其實林超賢導演的作品 他很有雙語頭腦之外 他的這個動作感 節奏感都掌握得相當的好 但是他會有一個的問題存在就是 也許他的劇本總會有那麼一點點的走入煽情的可救 難以避免 甚至在這一次的魔警 最後也一點點的說教 但這樣來說 無傷大雅 畢竟他在掌控整個動作片 警匪片來講的話 那個水準都是很高的 尤其他去年有一部 雞戰勇者不敗 兩個男主角張家輝 彭宇彥都為他 練了零脂肪的這個肌肉有沒有 八塊雞 然後打了一個MMA混合格鬥劑 他轉型拍了這個勵志片 運動勵志片 其實我反而覺得 欸 有一點驚喜了 那這次他回到了魔警之後 我會覺得他回到警匪片 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 觀眾不會一直要看你這種 可能就是很純正的警匪片 所以他就把這個警匪片去包裝一個 心理驚悚片 帶給觀眾一個新的驚喜 那如果你問我說林超賢的作品 哪一部最好的話 我會覺得 早期他的作品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其實他以前跟陳家上導演 就是拍過桃雪威龍 拍過飛虎的香港厲害的導演 陳家上 兩個人核導一部電影叫野獸刑警 他就曾經獲得了香港電影金香獎 最佳導演獎 但如果他個人獨島的一部片叫做江湖告急 我自己覺得 哇 很有意思 他就是講說 梁家輝跟吳君如 他是一對這種黑道的夫婦亡命援揚 那你知道這黑道就是 大哥女人都很容易被人家盯上嘛 就有一次吳君如就被綁架了 梁家輝就是接到了歹徒的電話說 我現在抓到你老婆了 我現在把她衣服全部都脫掉了 我還拍了一組照片 過幾天你就收到了 哈哈哈哈 過幾天梁家輝就收到電話 接到了那一個照片 然後打開看那個照片的時候 全部都是她老婆的衣服的照片 像服裝行路一樣 她老婆的裸體一張都沒有出現 然後片中那麼man的張耀陽 東興的烏鴉也扮演同志 默默地暗戀他的這個 黑道大哥梁家輝 那片中黃秋生也扮演關公 就是非常惡搞非常哭手 但是非常有香港地道精神的 一個江湖黑幫片 所以我覺得林超賢 他是很很敢玩很肯玩 哪怕是激戰這部片 運動勵志 他也置入了一些很多觀眾會 常常喜歡去把它腐化的一個色彩 腐的意思就是說 有男男的同志的那種這個情感 激戰有做到 那其實他還蠻懂得怎麼樣去取悅觀眾的 我覺得可以這樣說 非常了解商業原色 有哪些可以吸引觀眾 對對對 那這次的魔警 Gordon覺得特別值得期待的地方 還有哪些 那當然一定會就是不得已 一定會講到演員的部分嗎 就是提指趨近於林的兩位男演員 是是是我覺得自從吳彥祖當了爸爸之後 一度想說 為什麼他都好久沒有出現了 但這一次的魔警他就是強勢復出 然後他演這一個 乖乖排盡中職守的一個好警察 但是被這個心魔纏身 所以他有一些人格性格上的分裂 你有時候會看到他有一些黑暗面的表現 就會讓人家想到他第一次為金馬影帝的 妖夜回廊 然後你記得吳彥祖 吳彥祖上一次得到這個金馬最佳男配角 新警察故事 他也是演一個非常壞蛋的角色 其實大家對於吳彥祖的形象都是 好爸爸好老公好帥 但是沒有想到吳彥祖其實很能駕馭這種黑暗面 所以大家會覺得這樣的高反差會更幫助大家覺得 哇這個演員是很有可塑性的 然後演技也是相當扎實的 據說他這次拍攝魔警的狀況下 導演說你們都不要跟吳彥祖聊天 不要跟他講話 吳彥祖整個人常在片場就是一個人在角落 就像他在電影裡面的狀況 很多警察就堵爛他討厭他 覺得他就說裝什麼好警察就是 裝什麼清高 對裝什麼清高 完全都跟大家格格不入 然後他就是導演用了這種手法 讓他一個人被排擠 果然他帶出的那個戲份 你還記得他戲裡面有一段拿這個皮帶去鞭打自己後面 因為他有很多的悔恨 跟自己覺得自己做錯的事 所以他不斷的在懲罰自己 自殘的一個狀況很犧牲 然後剛剛你說的零脂肪也沒錯 他片中還是有穿著泳褲 女性移民就有福了 對對對 就吳彥祖表現很好很精彩 那另外我要說的就是 你還記得激戰去年的激戰如果說 主推張家輝 讓彭宇彥可能像有一點犧牲打的一個狀況下 但這一次的魔警就是主推吳彥祖 反而是香港電影金像講的新科得主 張家輝也是林超前的哀將 變成了比較像是陪跑的一個模式 戲份可能不是那麼重 但是不愧是影帝 張家輝在每一次的出場 也辦了好多不同的角色 不能破梗 他在辦不同的角色的狀況下 可以看得出來 張家輝真的是一個很努力的演員 他把每一個角色都可以駕馭得很好 果然是從小咖 諧星 演喜劇 到最後出頭天拿影帝 我覺得張家輝是一個很努力型的演員 他本身以前就是一個警察 警察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對 然後我必須要再提一點就是 魔警我個人覺得最好看的 其實都不是演員 反而是最好看的是電影配樂 電影配樂 必須要說這個電影配樂是高市張 他之前有幫陳可欣的《如果愛》配過樂 然後做過曲 他得到了金馬獎金像獎 亞太影展一羅筐的獎項 果然這一次我在看的過程當中 我還沒有看配樂是誰 但是我先認真的看 我發覺這個配樂怎麼這麼的搶戲 他每一個旋律都可以勾動你的心理 跌宕徘徊的那個部分 就會好像他的音樂音符 都會跟著吳彥祖那個心魔的轉折在走 也完全支持著導演的訴求 所以我覺得魔警最好看的部分有配樂這一塊 也是一個電影配樂家 一個良好的示範 我覺得可以作為 如果說很多電影配樂家 想要做一個參考 我覺得可以參考這一部變模式 他跟著劇情在那邊 我覺得很加分 非常的加分 觀眾朋友可以進戲院 多多助關注配樂的部分 其實很多技術上面 像剪接我覺得都很不錯 我覺得有時候除了像是導演的技巧 演員的表現之外 偶爾可以看一下幕後工作人員 其實你發現了之後 你就覺得有一些新的感受 就不會那麼刻板的說 演員好不好 好的話就好看 不好的話就不好看 其實技術都會有支撐這部電影的 加分的效果 我覺得也是很值得鼓勵的 幕後的工程 對 真的電影是一個集體合作的成品 絕對不是只有 外面光鮮亮麗的演員或導演的技巧 對 真的 那最後喚醒大家就是 你要珍惜你身邊 不管是人與人 或是人與寵物的情感 你都珍惜 哪怕只給你多一分鐘的時間 你都不要錯過